恭喜新的江大叔 早上有发表了论文 主办单位要我们再多贡献一点 在下午这个场次来帮大家服务 这个场次我们主要是谈科技治理 就是在整个季后变迁 还有永续发展的过程里面 新的科技或者相关的这些政策推动过程里面 到底科技的一些技术可以发挥什么样的正向的影响 或者又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衍生性的问题 这个我想在传统的环境面 经济面社会面 其实科技的观点也是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很高兴在这个场次有两天入门的发表 第一天是台大政治系的赵有茂教授跟王鼎杰博士 他们针对永续物质管理与循环形社会的建构 这样子的课题就是针对永续物质管理 那主要是包括会器物的一些在利用的相关的一个观点 那特别针对日本中国还有台湾的进行相关的比较 那这篇论文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林子伦副教授来做评论 那第二篇论文是有关也是非常热门的议题 是有关基因改造作物的引发了一些正向跟负向的一些讨论 这个我想也非常的重要 特别在台湾有关食安问题的思考底下 这个基因改造作物 曾经大家认为是一个永续发展新的希望之一 但是好像超乎大家的想象很快 大家就觉得还有更多负面的风险和影响 那这篇论文我们是由王玉正教授 是陈浪法律系的教授 法律的观点应该会非常的严谨 而且会把这个政策跟预防的机制 是要怎么样的严谨的来看待 会做相关的一个论述 那这边呢我们是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 医疗及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的 李重信教授来做提论 那医学呢一定是最严谨的 那医学跟法律的结合 还有生物科技 应该也会带来我们很多新的一些 了解这些问题的角度 那是不是我们每一篇论文的发表人 是有15分钟 那评论人是8分钟 那请两位发表人跟两位评论人 尽量能够遵守时间 好那我们先热烈掌声 先欢迎王炳杰博士 来做论文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员 各位来宾 大家好我是王炳杰 我现在在台南大学政治学习堂 博士文学院 那他主要的关注的对象 就是会比较日本台湾 还有中国大陆相关的经验 那个永续问题 所谓永续物质管理 其实讲很简单 大家平常的印象大概就是垃圾 今天讲的都是低碳 天上飞的 垃圾好像是地下的 那实际上呢 永续物质管理其实是包含了很多 就是 所谓的我们经济活动 还有消费活动 产生出来的这些 所谓的废弃物 这是一个 对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何去从废弃物预防 甚至技巧化的原则去处理的话 那 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做所谓的资源回收 让废弃物 管理的这样子的问题 对 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节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看日本的例子 因为在东亚地区做的最先进大概就是日本 那当然后来我就跟这个展老师再好好讨论一下 那日本也许也没有那么的可信 但是 还是蛮值得我们的这个 这个 参考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有探讨中国 循环性经济 推动的政策 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 如果有去过中国旅游的话 一定会觉得 这个 这是在开玩笑吗 这个到了北京到处都是雾霾 讲什么循环性经济 完全保护 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问题 非常严重 所以中国的当局他们对这部分 是现在的这个 政策上的慰藉是非常的高 那最后我们会对台湾的这个 永续物质管理的转型 做一些讨论 然后最后一起结合 那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可能 对于这个飞去物 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理解 飞去物其实会造成很多严重的挑战 没有适当的处理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 演出出来非常多面向的社会 跟环境的风险 比如说公派 公文卫生的问题 你如果 本化或者掩埋 你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污染 等等 然后还有环境正义的问题 包含都是 或者本化如意掩埋场 可能会成为零弊设施 会设置在 这个我们比如说台南的Case 它就设置在偏远 或者弱势的地区 导致民众的抗争 然后非常的平凡 然后如果缺乏管制的话 将会导致厂商 没有动机去提高资源的效率 导致我们对自然资源 耗劫的速度加快 然后再来 这个也是环境正义的问题 比如说环保的产业 是否是环保 对谁的永续去 以固的 是有贡献的 比如说我们在 中国大陆 北京访问的时候 常常就会有合肥指的脑 就是说 那个 高效能的 环保的产品都送给你 雾霾 两万的流流物 所以这是对谁的永续去有贡献 这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事情 必须要强调的是 废弃物的管理 或者说永续物质管理 它是对于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这个地坛社会 其实有非常重要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虽然我们在这个国内的论述 然后也是怎么样 它可能不是一个 那么显著的 在这个地坛社会 这些论述里面 它可能不是那么一个 显著的题目 但实际上 我们国内一直对这个问题 一直有 民间一直有很多的 抗议啊 反应啊 或声音啊 然后政府很多事情 一直不停地在更新 那 首先必须要强调的是 废弃物的问题 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它的种类非常多元 非常复杂 那比如说我们看低碳 我们可以想到的污染物 就是比如说二氧化 它们最明显的标的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说核电的话 那么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的 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讲到废弃物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个东西其实是 我们平常做 我们做一天 过完一天 就是会不断地产生 很多的废弃物 那管制思维跟措施 会不需要不断地精进 而且要专业化 那以前 然后我们在废异 废异的回收 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可能会造成 很多魂境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现在的 废异当时做得比较好 那比如说 有读的事业飞机物 或者医疗飞机物 那现在比如说 奈米型的飞机物 要怎么处理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新型态的物质 它可能随着 比如说你买了之后 它随着水 流到你的饮用水 那你可以看 不太能够检测出来这个东西 等等等等 所以它随着 我们的材料 我们的科技 日新月异 所以它也有 我们的废异物也是跟着一起 去实际进 这样子 所以再来第二点 良好多这边循环是 预设诊堂跟地坛社会经过 不可或许的医患 因为它 这个帮助也许不是 我们直接提到 它可以帮助 多少减碳的成果 但是比如说 如果你要求厂商要去 提高它的资源效益的话 其实它的资源效益 其实它的资源效益 也会跟着变好 然后清洁生产 可以帮助減换 温室其体的排放 可以减少自然资本的投入 保护这个 自然界碳汇的管理能力 那 讲到这个 最后一个 这个解释是我们的重点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去看 有趣物质管理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它在 总体有趣发展政策里面的 重要性 是 这个 因为它真的是 这个 可以说与时俱进 因为社会真的 也对这个事情 非常地重视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几个国家 不管从欧盟 一直到东亚 它在这个 总体的这个发展政策里面 它的位置一直在提高 然后它需要 它很特别 它需要高度专业的分工分享 但是又很需要良好的政策的整合 还有非常好的政策的想办法式的设计 那 我这边就简单讲一下 这个OECD 因为它是还蛮 蛮好的一个 这个 Eviable Source 它在1990年代 开始被动废弃物减量 但是废弃物并不是 物质流控制里面最关键或最有效的 它不断地进行政策的整合 避免管理政策的破碎化 那它对允计物质管理的定义就是 就是以上这样子 它就是说 integrating actions 需要去减少 具有负面环境冲击的这个 经济活动 还有消费模式 对 然后需要 这个后面其实 Textube 大家会讲 但它其实如果我们看OECD 它自己还蛮强调 technical accounts 环境的这个efficiency 它的效益 还有social equity 也就是社会的这个 平等 环境正义这个面向 其实它在那里强调很多 包含国际的环境正义的面向 基本上这些商来源 大家应该都听过 减量 reduce use and recycle 目标包括就是比如说 剪定 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种环境的冲击 剪定自然资本投入 加强竞争力 所需的成本 让我们竞争力提高的同时 去 也就是最后这样讲 去物质的话 就是你不需要靠那量物质的投入 新的law material的投入 来去达到你的成长 跟你的竞争力的加强 所以这个就需要新的成长模式 还有介绍感 还有工作的形态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废弃物管理 一直到这个有废物质物管理 其实它包含的议题 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 它包含了对于我们的生活形态 还有我们的社会成长模式 就是一个重新的re-sync 然后去读框 它大概只有这几个面向 从你的自然资源政策 OECD的textbook 来说的话 这样也没有非具物管理政策 你必须对于产品生命周期 能够有良好的控制 理论还有政策工具相当多元 而且一直不断的在演进 包括产品生命周期 物质评估、物质流障等等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些 那我这边先从日本的 循环性社会来讲 循环性社会它汉字这样写 但英文它是讲 Sont-Majer Psycho Society 也就是一个良好的 物质循环的社会 要怎么样去打搞 那基本上的架构 他们的法律架构 大概就是 还有一些政策 大概是这样 93年最后开始有文明基本法 大概在1990年的中期 因为各式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 我们把日本都想像 他好像很科技方法等等 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其实他们的 掩埋的问题 还有他们肠子 掩埋的肠子等等 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但是他们大概到1990年代 初期到中期 这个时候开始去反省 当然必须要强调 这是跟1990年代 很强力的社会上的反攻 还有的运动 对到你这个运动 对到你这个运动的反省 97年的时候 他开始有所谓的Echotown Projects 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一点 2000年的时候 开始推动 循环新社会基本法 林生年纪四季的计划 07年的时候 内阁决议环境立国 所以我们跟日本人谈 谈到这件事情 他们就是说 听50% 听一半就好了 他们都觉得很怀疑 但至少他们有这样讲 所以认为自己在 21世纪的self positioning 他们自我定位是在 环境立国 08年是第二次的基本计划 13年是第三次 这可以视为日本的有去发展转型的 一个演进的一个阶段 在两千年前后 这个循环新社会基本法 推出的这些 还有它出来的这些政策 它主要的希望达到的事情 是它的循环新社会 跟低弹数社会 就是我们的低弹社会 跟还有自然共生社会 能够形成日本 今天我们早上陈老师他也有讲到 能够形成日本 在接下来的发展一遍 不要再次强调经济发展 然后强调 同时也强调 如果跟日本人接触比较多 他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生活形态 lifestyle 的转型 对不对 这跟这些事情都很有关 那以循环新社会的来说 就是以上二原则来达到 有去生产和消费形态 减低自然物质的取用 提高资源的生产力 然后他非常强调的 针对地区的特色 让地区去寻找出自己的 建构全完型社会的这个方式 那当然啊 配架构等等 那要跟他说 其实是蛮值得去研究的一个 因为其实他对台湾的相关 相关的这个 那个 比如说我们环保科技营区 是有很多的 的相关性 那 那 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 他是由各地 由中央政府 他是由那个 之前 90年代的时候的东产省 跟这个 環境庆 他们让各个地方政府 单独或者联合提案 针对自身的问题 条件提出 对未来人去发展的想像 形成他自己的Echotown 的计划 那 他相当想要 这个方式部门和做很多的利害相关者的参与 虽然当我们听 陈老师的 那个报告 当我们也知道 那 那个舒适圈里面 对不对 舒适圈里面的那个 利害相关者比较容易进来 那 另外重点就是他不是只有 有关于飞虚物萎收 虽然他的确是 重点是飞虚物萎收 还有相关产业展览的建立 但是他还包括了 其他环境保护 射精问题的面向 特别是对自己的 过去的历史的移去 你过去曾经发生过 什么样的公害的问题 等等 你现在对未来的想像是什么 那你自己 这个地方你要去提出来 那地方的政府 需要去跟 理想的状况 是跟 很多的私人部分 或是供应团体 他们一起来提这个案子 当然也不是说 这个是说我们计划 那写是写这样 那实际上 那就未必是 那么的Ideal 那我只是简单讲一下 这个重点 其实就是说 第一个左边是Magic 就是那个 现在的精彩顺 右边是环境部 那 其实他们的审核是这两个 一起 一起 来去决定这个东西的 然后他会有集中各式这样的 补助金 还有他遵循的项目 等等 帮他包含软体和硬体 等等 这些东西 那我现在只要 我只是想强调 这是一个 Mathie跟Moy 他们的 这个Moy 他们 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样子 那在循环性社会的 这个方面呢 他 2008年的时候 他 我们可以从他那里面看到 他一直不断地在去反省 他世界人的经验 那第二次的 这个基本计划 他强调他的 按照地区特性建构的重要性 以及针对不同资源循环 来去找出最适当的架构 然后希望 最后希望他有 这是很日本一式的方式 就是说他希望 藉由这个方式来日本经验和技术输出出去 然后2013年最重要的 特别是因为311的症灾问题 过去的问题 过去的效应来发酵 所以他们特别是希望着重值的推进 而不是只有量的提升而已 然后他们最希望能够 从减量跟再次量 再做得更好一点 哇 中国型 中国权环经济大概其实 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第三年 就是2000年的时候 开始有部分的事情计划 因为有很多学者的鼓吹 然后2004年跟2012循环经济法 2008年通过 那他主要会变成 国家的一个传统政策 是因为 之前的环保 总局局长 那个谢震华 他后来转任到 发表委的副主委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国家的发表政策 那他在实务上 比较经常由 下而上的图定 探索循环经济建构的可能性 相当成了 各地方政府 跟企业的合作 那他跟日本 和德国的情境是 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中国还处于 正在大幅度发展的阶段 只有到2000年的后期 大概2008、09 他开始体验到 开始要把这个 環境保护的目标 提高 然后慢慢的提升为 经济发展政策 还有关政策考核的项目 等等 然后民间组织 相关的企业协会 然后还有 循环性经济协会 这些他们的角色都非常重要 那台湾主要是 跟这些时辰其实有点像 但是其实我们 很多事情做得也很好 但是还有蛮多事情 我觉得还需要再去加强 那709、809大概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用掩埋或者说进行一些污染控制 但是成效不是很好 909开始真正建立我们 比较现代化的时代 就是希望从污染减费 逢化乳等等 那边都减费 对 然后最近来开始 环保署比如说 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法 但是这个法卡住了 那099开始后 工业局开始推动 资源循环利用法 那我现在其实 好我们时间关系 那我就尽数讲一下 那经济部跟工业局 现在我们主要是 这两个部门正在负责这个事情 那面临的问题的话 首先第一个是 尽管循环利用法 需要趕快通过 才能够接触革新的事项 然后第二个 中区政策论述上 相当重视允许入主管理 但是实际上 其实 如果需要做得更好的话 就是我觉得第三点 需要做的 就是政策跟部位功能的整合 需要做得更好 以说事业非区务 现在是经济部跟其他主管 之外来去做 但是环保署 他们是比较注重资源循环利用 系统 比较难以介入工业生产制成 较难推动 源头减退的工作 然后地方政府 跟社会角色的能动性 是否得到重视呢 我觉得在目前 我们看到环保署推动的 这个地毯游戏 教育的计划里面 他在资源循环里面 我是觉得还没有很重视 公民社会的角色 他只是有点像 批评说他是有点像 卫生部长 也有点多细长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那这个也反映了 就是环保署跟 这个经济补偿的分工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他是否能够营造于 公民社会多元非法的空间 都是环境正义的课题 好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论 谢谢 主席 在座各位前景 还有刚刚发表完王博士 在座大家好 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很快就 针对这一篇 其实非常有趣的文章 进行做一些简单的 的评论跟语谈 我想基本上 就像刚刚这边提到 其实我们过去 再从早上到现在 其实谈了很多低谈社会 或是有去发展 其实在物质这个面向 其实真的谈出局比较少 那我知道在其实 如果从台湾 我们想回顾过去几十年来 在所谓的环境政策 真的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政策 可能大家会讲的是废弃物 其实在废弃物 那当然这个部分 其实主要是生活 废弃物的部分 可能是在这几年来 我想做得非常好 也很多得到 我想 不管在国际的战役 或是我想在 特別在台北 或几个都会区 这几年的回收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显著 那全国来看 其实这整个回收或等等的比例 其实有相当的这个成绩 大家都每个人的这个垃圾生产量 还有回收比例等等 台湾所发展出来的 这个回收的这个企业 所以这个议题 基本上看起来是好像解决 可是这样如果大家争执 其实深究 其实大问题还蛮多的 因为刚刚我想在这个王博士 刚刚前面一开始提到 废弃物这个议题 其实里面的很复杂 它不只是在大家平常看到的 生活废弃物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 所谓失业废弃物 还有大家这几年在 生命安全看到的 这些有毒 或是有害的这些废弃物里面 其实问题 其实蛮复杂 那在我最近的一些观察 还有看到一些文章 发现 其实在这两年 还有一个很大的厨语 Food West 这个其实在国际上面 开始收到重视 特别在关心 食品 羊食安全的议题 所以我想在今天 从这个物质 这个议题来谈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 切入的角度 那今天可以从 王博士跟赵老师这篇的文章 可以整个来看到 在国际 从OECD跟其他一些国家 都有从上位的 这个政策角度 开始切入这个议题 台湾如果从刚刚 其实王博士刚刚最后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本来想做整个比较 那我大概看了他文章 在这边最后做了比较 他有提到几点 我想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 台湾从这个资源 应该叫做废弃物清理法 在1974年 开始到现在 那之后又有一个 废弃物的回收的相关法律 目前 欧宝水一直想做的是 是两个这个方案的整合 需要把它整合 有一点想仿造 国际上的这样的所谓 资源循环的一个概念 把它放进来 那我想大部分人 不会反对这样的资源循环概念 这几年其实有不少 国际上的新的概念 从早期从摇篮到坟墓 那这两个还有从摇篮到摇篮 from cradle to cradle 那这个书的作者 好像也都到台湾来 来做过相关的宣导 所以这些的概念 其实基本上 好像看起来 接受度蛮高 可是事实上是有一些问题 包含刚刚其实在 大家提到的所谓3R 这个所谓reduce, reuse, recycle 大家很熟悉的 可是这里面其实在 就我的理解 在我们的学界 其实对这3R的概念 其实有一些批评 包含几个 比如说 我们在虽然说 谈这样的资源循环使用 它没有办法反映整个 总体的环境的冲击 它看起来是效率提高 可是那个总体的东西看不到 单一的东西 另外 很多这些所谓资源回收里面 它有所谓的二次污染 或是有很多 其实真的是无法消耗的部分 或是它引发了整个能源 或其他部分的消耗 另外它也没有办法 整个考虑整个经济成本 整个经济成本 虽然我们知道回收很多物质 或许看起来它回收 是有这件事是好的 可是大家我想 从台南过去再回收 这些重金属 非金属 其实我们也产生了很多 这个负面的环境冲击 另外它可能 无法因地制宜 因为各地使用的这种不太一样 所以3R这个概念 事实上是受到冲击 事实上有送到一些不同的批评 但我想这也是 刚刚王博士这边提到的这几个 为什么要开始谈 所谓资源循环 这样一个概念起来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议题不能单纯 直接用这个议题来处理 它必须连接跨界 也就是说它必须跟所谓的 整个社会的发展 整个生活的模式 生产的这个形态 甚至生态系统 必须做一个比较好的连接 换句话说 我们的处理废弃物的这个资源系统 不是单独存在的 那这样的案例其实就存在 我想很多人在看一些 所谓工业生态学里面就有提到 大家都喜欢谈的 斑卖那几个生态工业圆区 那台湾成绩也已经过 刚刚我想在这边的报告里面也提到 这个生态科技圆区 我们不能说它失败 但是基本上它其实受到很多挑战 我们以为是可以把这些相关的产业 连接在一起 然后这家的废物可以变成另外一家的资源 这家的废物可以变成另外一家的资源 概念上是很好 可是事实上真的是很困难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很多学者专家 还有国内的这些环保署 他们做过努弊 也设了四个工业圆区 但是事实上有很多挑战 那这也是这一篇 我想刚刚在这里面点出来一些问题 它需要很多企业的角色在这边扮演 还有地方政府 我觉得在刚刚这里面的报告里面 他也有提到日本的Eco Time 还有等等 其实这里面非常关键 还有公民社会 刚刚在这里面其实有提到这些问题 然后也提到这些很重要的概念 但我想如果回到这篇文章 还有包含刚刚提到的 我觉得刚刚其实主持人也提到 因为这篇文章 我觉得其实点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但是可能想处理的主题太多 所以我如果在这里有建议的话 其实或许它在 很快的时间到 我希望说它或许在未来 再继续再精进 再准备或许要投稿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主题的 可以再更聚焦 甚至或许可以 或许三个国家有它特定的考量 因为目前中国也做了这个循环社会 非常上位的这个全史 而日本其实在这一题上是比较早的 我觉得它有到比较的基础跟利益 可是我觉得面向太大 就像刚刚提到 我们这废弃物的议题就好多 如果你想在这里影响摊 然后前面影响 如果你想比较的话 那我想这个比较的主轴 或许可以更明确 比如说如果只尊对法案 那法案也是一个可以比较的一篇文章 或是它针对它的概念 或是针对它的食物的操作等等 我想可以从这几个面向来 来针对这个部分 来做更清晰的比较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 在结论其实 这边文章其实点到非常几个重要的问题 包含多像 我们需要更多跨部门 跨这个社会经济 这里面的整个这些概念 那这个是我们在台湾 我觉得目前 广告署提出来的所谓废修 好像叫循环利用法 还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法案 我们好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跨部门 跟社会跟经济的这样概念的结合 虽然它是有想把现在 整个不同法案的进合 想把它做个处理 但是我们看不到它这个跨界的思考 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从日本 或其他几个比较先进的 法律概念里面 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不是不要再把废秀 单独在这个整个社会做切割 它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一环 所以这也是怎么样 把它跟整个经济的循环 社会的循环 生态的循环 把这个资源循环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是这一篇非常重要的遗憾 那基本上 时间关于所讲 我就先提出这几年 跟各位做讨论和分享 谢谢 然后还有 这一次尝试于单独 还有好久不见的林子伦林老师 还有我们在座 今天来到这边遇到很多 有段时间没有见面的一些朋友 年终 在这边遇到一些老朋友 感觉真的蛮不错的 那我这个时间非常有限 15分钟 这个实际压力也蛮大的 那我就来稍微介绍一下 我就以这个议题来做个介绍 那其实这个议题呢 基本上就是 现在今年正执行 第一年快结束的一个科技部的计划 那是两年起了 所以就是说 在明年之后 今年还有一些还没有处理完 或者第二年原本设定目标 在第二年继续来进行 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来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年的一个中间的成果 不过其实第一年的进度 是delayed的 因为有一些 因素无私操控在我自己 这是我们自己团队 所以这个部分 我等一下会做说明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 今天主持人有提到说 因为我是法学背景 所以可能会想说 我从法律的角度来抖析这个问题 不过其实我这个团队 我自己就是有两个研究助理 那我们这个团队基本上是跨领域的 里面有政治系的 那还有是这个 以前是深化 念化工 后来又念了一个中心 好像一个叫科技管理研究所 然后就是刻意找这样子的一个 跨领域的一个团队 可以来共同执行这个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计划的一个发想 是来自于就是在前几年 前几年公里 就是最早接触到这个议题 接触到这个议题 对对OK 对没有错 最早接触到这个议题 是从气候变迁 这个接触这个议题开始的 那这个 在处理这个气候变迁这个议题的时候 然后接触到说 原来的气候变迁它对于这个粮食 粮食产生冲击 那对于粮食产生冲击 我们也要想出本 想要对策 那在想这个对策当中 就是我们今天刚开始开场的时候 主持人有提到 提到说基改作物 或许是会带给我们希望 那于是呢 他就说这个基改作物 基改作物的一个栽种 那这样的议题 或者说它的一个研发 乃至于这个推广 那在这个修变迁之下 都够了 就做过了讨论 那我也是因为这样子 接触到这样的议题 那后来又接收司法院的委托 因为司法院 他们定期就是会找学者来 把这个 去挑选这个联邦 德国联邦宣法法院 去挑选这个经典的判决 然后来做翻译 那在 那我就说 接受这样的议题 那我当然不想 只是纯粹做一个翻译 于是呢 就希望说找一个议题 也可以跟我的专业研究相结合 于是我就想到说 那曾经碰触过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 GMO的议题 所以呢 就找到 找到了这个 德国联邦宣法法院 有一个这样子的 基因科技法的一个 核线性的一个 这样一个判决 这判决 判决是一个非常 我挑了之后 我后来事实上是很后悔 为什么 因为 他的篇幅非常非常的大 我花了 我也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然后我翻完之后 司法院在打电话跟我讲说 他们必须要跟我 要进行什么样 就是要做一个 招标议价签约 为什么 因为按照指数来 算超过十万 那你们就会想一下 这个判决有多大 对 我也是非常 不过收获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在这当中 了解了 了解德国他们这一个 基因科技法 当然不是整个法律 而是在这一个争议案件当中 相关的条文 而这相关的条文就是什么 就涉及到 就是种植管理 基因作物种植 种植的时候的管理 那管理的时候 他采取了很多 风险管理的一些手段 风险预防的手段 而这些手段 从这个种植的 从这个基改作物种植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他觉得说 对于我的 德国人很厉害 什么东西都可以牵扯到 人性尊严 他说这侵犯有人性尊严 这侵犯到有人格发展 为什么 为什么会牵扯到人格发展 因为他觉得整部法律 是在歧视他 他说 隔壁的一般的作物 或者基改作物 他也是农夫 我也是农夫 那我们也是把种子丢到土壤里面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被要求 我要去做产地登记 然后我要把我的location 我必须要能够去做 提供给这个政府机关 然后呢 只要是在周围里面的人 都可以去查 就是说可以查我的location 然后还可以查 我栽种的种类是什么 他觉得说 一般栽种 一般做的栽种 为什么不会被这样对待 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难道我这样子做 难道我错了吗 那于是就是一个 就是说他们有这样子一些 很多透过这种资讯 用资讯性的手段 来做 基改作物栽种的一个管理 栽种这个过程的一个管理 那于是呢 在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讯之后 那有一次 就是在有一次研讨会 就是说有一次研讨会 那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就是尝试了从这个 资讯性的措施 然后以及科技风险的预防 来做一个 就撰写这样一个研究 这样一篇文章 而当中就是以这一个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就是以 我就尝试了以俄国这样子的一个 法治当作是一个model 以它当作参考坐标 于是呢 用这张参考坐标来检视 我们台湾的基改作物管理的政策 以及它有一个潮案 2010年有一个潮案 那这篇文章也写了 那现在也发表了 可是 其实从写的过程 一直到 我在进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存在一个不安 这个不安就是 其实这样子做是 这样子是太过的手段 或者说 这样子的市场是不够严谨的 因为 其实基改作物的风险 它会随着你 就是说 你到底是涉及到哪些作物 还有你的工作方式 还有 还包含你的地理的条件 德国那么大 跟美国比起来不算大 跟台湾比起来够大了吧 那这些条件都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没有去针对 这些背景去做一些 比较分析的话 直接就拿德国的法律 当作参考坐标 来检视我国的政策 跟法律草案 事实上我觉得 这些规定真的是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在 于是呢 一个进一步的发想就是说 那我们本土的一个问题的 问题还有政策 呈现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当然这一年 就主要都是在做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OK 那当然就是说 雖然 第一个我是 我是学法的 我不是学农的 我也不是学技艺 我是生活科技的 即便我找了两位学生 他是其他理律的 但是论如何 我们三个人 加起来 也不是一个农夫 也不是社会科技的 所以当然我们就是 真的我们就是从文献回顾 来展开 那从文献回顾当中去看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去 catch 到怎么样的一个 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和这个最近的进度 到底是怎么样 那以及进一步 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清楚的 我们还没有办法 完全被说服的 那这就是我们第二阶段 我们去做这个专家访谈 那我们也做了这个访谈内容 一个归纳 那本来是希望说 可以针对于这个草案 来做检视跟建议 不过其实这部分的话 我刚刚说delay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农养署的 就是说去找一位计政 做访谈的时候知道 知道说其实这个草案 可能会有大方向的改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去评其他的话 可能到最后 那政府机会会说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发现问题了 我都不用了 我都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了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我无论如何 就是到最后 我还会提出 就针对今天的报告 提出一些结论 OK 就在这几天 有没有 诶 那个 指纹老师应该有去吧 有吧 每次好像只要是 就是说 他每次的会议 好像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 甚至何能 何能有可能就会复活 像这样的议题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大家会提到说 有这样的危险存在 于是相对应的方法 有ABC很多种 当中有一个 就是又会提到说 是不是 怎么样来增加我们的生产 或者是去确保我们的生产 不因为气候变先而减量 好 那所以说 就如刚刚所说的 这个GMO的栽种 我想我这必须要先 就是说 这是再次澄清 而且最后是澄清 我这边不是要讲 那个GMO食品 因为我曾经在很多的 这个专业对话当中 科技学要 就是谈到最后 然后我就发现说 对方一直往食品管理 一直去讲 我要把他拉回来 我没有把他推焦 也就是说我这边讲的是 就是栽种 栽种 栽种的过程 甚至我也不是谈 之前的生物评估 我讲的是 生物评估完之后 如果你真的要开放栽种 那这个栽种 如何去管理 所以事实上 它是可以做 这个异体范畴的 可以做这样一个切割 而精确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这边是指 我指的就是 在这个 就是安全评估完之后 以及呢 进入市场之前 这段时间的一个管理 好 那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为什么 美食叫GMO 就往食品方向去 那 安全评估那是专家的事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中间这一块 的确是比较少被谈论到 也就是说 GMO的种子 是不是应该要开放 以及开放之后 怎样管理 那在这个问题 在社会上的讨论 就是 起码就我自己的 掌握了这种资讯 事实上 是不够广泛的 是不够广泛的 那今天我们来看 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其实我们去访问的 这个主管机关 他也是说 其实我们 我们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那的确是有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植物品种 及种苗法 第五十二条第二项 它这边就有规定 它有规定 它有规定是说呢 像上基转的一个植物 那你只要经过两种 两种同意 两种同意 你就可以去 你就可以在国内做 推广和销售 第一个 当然就是安全评估 那第二个呢 你就是说 评估完之后 你要去栽种 栽种完之后 栽种完之后 你一定有 一定有用途嘛 这用途是什么 你可能是观赏 你可能是吃 拿来吃 拿来食用 或者是拿来做 这个feed 做饲料 或者是作为 药物之用 所以说一定有用途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就按照你的申请用途 跟中央目的事件 主管机关 去核准 那于是你就可以做 这样的行为 但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那是不是 那这样这个规定 而且它进一步的处罚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取得这两种 你两个许可都取到 而你去做这个行为的话 我要处罚你 那于是就是说 即便我未来是这个目的 是不是要做销售 或者是推广 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之前 你也只能看而已吧 对不对 因为我还没有去做 这个销售和推广啊 对不对 而且更有可能就是说 我就是不做销售和推广 我自己吃勤就行 对不对 这有可能 但就是说这种量 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进一步我们说 这边要提到说 基因流过的问题 或许比较不那么严重 但是who knows 真的很难讲 从风险的管理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 这个是应该要去意识到的 那2010年的时候 荣委会有完成这样的一个草案 有完成这样的一个草案 所以说我们是很想知道就是 那如果说去掌握了这一些 就我们问题的现状 然后也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问题的现状 以及我们这一些 这一个在草案里面的规定 是不是能够符合这样的 风景管理需求 我想这就是这个研究的一个目的 那通过文献回故事 文社会可以发现就是说 GFO 就是说台湾GFO的发展的项目 跟国际建议是不太相同的 那比如说在GFO的一个发展上面 最多数就是所谓双抗 抗什么呢 抗虫跟抗 抗虫跟抗 不是抗汉 另外是抗汉 蛤 对对对 双抗是这两种 那可是就台湾来讲的话 因为它双抗的 主要去发展双抗的植物 并多数都不是台湾 不是台湾会进来栽种的 不是台湾会进来栽种的 OK 那说一说 那无论如何 就是说我们 虽然机会不太大 但是呢 在这个文献当中 可以发现 多数觉者认为说 还是有这个混杂的可能性 那混杂什么 基因的物是什麼 我想这边 文字的说明 我简单来讲就是 总而是 你把人家不是 把非GMO搞成 GMO 简单来就这样 透过自然力的一个力量 透过自然力 把这个非GMO搞成GMO 那这种情况之下 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假如说GMO是拿来做饲料的 结果它跟食物的作物 它混杂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确定你吃的是食物吗 而且你确定吃的是费 不过台湾富人费 好像往往搞不清楚 这也是一个 我们现在一直存在的现象 那再来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农民 就是跟其他种类的 这一个 就是一般种植 或基因作物的 这个农民的权利 就是说 被禁止物会才能有受福的情况 那大事上可以有这三种 一个就是说 假如说被检验出来 5%的这个基改成分的话 OK 那你必须要标示 依照我们现在的规议是这样 所以呢 他就得花一笔钱去做标示 他说这也没有什么 就花点小钱 可是比较编大头的是什么 就是有机作物 有机作物 他如果说被验出的 有验出一定的这个含量 这含量是5%吧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抱歉 我们都知道有机栽种 他之所以会不是 因为他叫有机栽种 而是他在于说 他生产的时候 你确实他投入成本会比较高 可是呢 一旦你现在 你没有办法贴 你没有办法以有机作物 来做标示来贩售的时候 你叫消费者要掏出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会导致说 他必须被迫以一般农产品的方式 打错字 来出售 那再来就是 这个作物专利权的整理 这部分的话 时间有限 二来就是真正的专家是比较重 所以我想这部分 我就把它跳过去 那无论如何就是 那再来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们GMO的一个管理 是我们分别有国科会 农委会 还有刚刚提到 相关的物理质主管机关 特别尤其跟 就主要是富人费 那当然就是 如果是富人部分的话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餵父母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 就是说他管理权益 太过去缺乏一个 缺乏一个统色性的一个管理 好 那再来做访谈 不是要这样秀出来 做好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应该不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王教授 再一分钟 好 那我们有问了这些问题 当然也有受挫 比如说有一位专家 他就骂我骂了半小时 他在电话中骂我骂了半小时 然后到最后 我也申请第一次 把人家挂电话 好 OK 那法庭目标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就来看这个政策 那还有就是法规 会不会太多分散 好 那 那 这真的是太多了 我说没有办法 时间有限 OK 那以及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政府政策 然后他会一年对策 那OK 我想我挑重点讲 归纳好了 归纳来讲就是说 其实事实上 政府机关他是这样讲 他很坚信 他说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申请的资料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 我即便有通过 已经有通过完全评估 但是还没有任何人通过这个什么 目的世界机关机关 投入的文件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 真的栽种 但是问题是 我们相关学者是 特别是我们访问的郭教授 他觉得GMO栽种的黑素是存在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们没有循政场管道来的 所以 只要没有循政场管道出现的个案 所以我们全部来讲 就是都没有这样的个案 那再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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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以小农为主 这个部分的话 预防的一个 就是说他们比较不容易 OK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很料理 蛮好 就是说 最后不要说我们政府市场 是没有积极鼓励研发禁止 他没有积极鼓励 但是他也没有这个禁止 就是说 他并没有特定的立场 所以这个在一般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大概就算了 但是如果在风险的话 在风险预防的话 那就是很令很令 这必须要担心的事情 OK 好吧 时间有限 那这边有些官方的说法 直接调到结论 直接调到结论 不是咖啡 没有积极的 鼓励或研发或禁止 其实这种 这个对风险管理来讲 这并不是一个 这事实上真的是欠缺风险 风险预防的一个意思 就政策面来讲 事实上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不会去重视到 有GMO重置的黑色 我想这也是很能够理解的 OK 那再来就是 那行政院目前基本上并没有 就是依照我们访问的结果是说 并没有要考虑说 如果逛部会 还是要分工的做 还是分工的做 那再来 资讯性措施 在目前 起码在目前的草案来看 是不受亲爱的 他基本上还是用 危险管理的 危险管理的方式 譬如说像什么呢 譬如说许可证 再来还有什么 行政检查 我看到行政检查 我真的脸都绿了 风险预防 你还依赖行政检查 你真的就不用预防了 你真的不用预防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损害的时候 访谈的 在这个机关访谈 他提到说 损害的部分 他们不会接入 还是用民事 可是这个很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等于是 让这些受损的农民 其他人不顾 因为他根本无法取证 他根本无法取证 我想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在未来政策 应该要去注意到 好不好意思 这个时间 这个刚刚王老师 他 因为他本身 是环境法跟科技法的专家 环境是他的专业 他写的时候 也经常都会 躲通在科技这个面向 那我自己也是 财经法跟科技法的这个领域 我们跨这样的领域 在思考法律问题的时候 是比较不一样 不是那么传统的法学思维 也可以说 没有像主持人所期待那么的严谨 会稍微弹性灵活一点 好听一点就这样说 所以呢 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体会到王教授 在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 碰到的一些困难 我想补充 因为王教授 他还有一年要做 所以他后面应该 还有非常好的成果 目前看起来 他已经很清楚地抓到 整个大的议题的特性 我想再补充几点 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刚刚讲的 我们在法律跟在全则机关 这方面都是切割式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科技部呢 投资了很多钱 鼓励农业生技方面的研究研发 但是呢 他研发完之后 后面就断掉了 因为后面到底他实际上 可以怎么去应用呢 后面接不上来 接不上来 就是说 刚刚提到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植物品种种苗法 还有说 如果你经过核准 你就可以种植啊 那 结果没有 没有任何的核准 那其实原因就是说 因为你把它切割开之后 他其实负责管 核准的这个人 并不需要管前面 其实我们政府 已经花了多少钱 在投资这个研究 已经有多少人 兴致勃勃 约约欲试 拿了这个东西 做出研究之后 要干嘛 所以呢 就研究界来说 或者就我们农业界 甚至就社会团体的角度来说 都很希望他应该是朝向一个 比较统一全责 例如像日本 这样的模式 是比较 就是由一个单位 全程去负责上公下游 这样的一个管制 那你如果去问各个全责机关 他们也很希望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叫我管这一段呢 刚刚提到说 如果你生活安全 那边评估完了 OK的 我这边就可以核准你田间种植 所以王老师说 我现在研究的是 他那个田间种植 之后要怎么管 问题是 那一关根本没有过啊 那没有过的原因是 他不敢让他过啊 那现在问题是说 谁可以做这个决定 要让他过 如果把他切开 一段一段的时候 就没有人可以做这个决定 拿过 所以呢 全责机关也很希望 它是一个 统一的架构 统一全责架去处理 那到底 大家都很希望的时候 到底谁会不开心呢 那 应该就是 最后变成要管的那个 就是行政院嘛 他会不开心嘛 如果这件事情 变我的事的时候 那就很麻烦 就是说 他必须处理 他自己必须实际去面对这种 社会的风险争议啦 包括利益争议啦 利益团体的争议 这些问题 他自己要去面对的时候 就比较困难了 自然刚刚提到的那个 职务品种 及总要法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说 法律 在这里必须要比较弹性 去思考 就是说 像他写的 如果没有经过核准 他不可以做 这个推广及销售 不可以做推广及销售 这个说法 他就预设了整个农产业的 农企业的结构 产业结构 它是有人做研发 然后呢 再推广给另外一个人做种植 或推广给谁做销售 销售给谁 但是如果现在 这些农企业的这个产业结构是 上下游都给他包了 就是说 他自己就租了地 他自己做完研发後 自己就可以种了 他其实不需要做所谓推广 他其实自己在种了 那算不算是推广 他也没有销售什么东西 他没有在销售那个作物 因为作物是他自己做自己种 那甚至他做完之后 他也没有把成果卖给别人 他接下来自己就开始做什么事呢 比如说 把收获物 就可以开始拿来开发 把他药物食品 把他上下游全部自己做 那这个时候 你这个管制架构就 就有点像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自己种的话 算是算这个 那自己种不一定小规模 我历史说 当农企业的产业结构 变成他把它全部包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小规模 所以像这样的法律的设计 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弹性的问题 那就是变迁的观点 我想刚刚那个王教授 他本身在科技法上 我们看他的著作呢 都有科技面向 那科技很重视那个变迁性 那其实经济 财经面也很重视变迁性 就是 那个产业结构 不是静态的 如你现在所想像的 他所理解的那个样子 他事实上是会变化的 那同样的 我们可能要去思考说 假如 假设 未来行政院真的愿意 把这个事情统筹起来做的话 因为现在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 现在僵局 就是上游还是要 我们投资了很多钱 给他们做研发 但是下游就是断掉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应用面可言 那如果说 我们有可能把它变统筹 由一个单位去处理 他们后续就必须处理很多问题 就是 这个 这个 公民参与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 风险评估 生物性安全评估 这些问题 都必须要去处理 目前其实是 都不去处理 你把它切开之后 大家都 不去碰那一块 那 除了这个之外 我认为可能就接下来 会有一个 要去更思考 所谓政策选项的 多种可能性 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这个 这个 我们自己做了研发之后呢 不是在国内做种植 是到 国外 去做种植 那这都可以思考 但目前 在现在这个管制架构底下 是不可能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因为农委会并不需要 管到海外去种植这件事 那不是他的事情 对不对 那所以他 终究我们还是必须朝向统筹 去 讨论这件事 一个统筹的全责架构 才有可能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是在我看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补充一下 提供给王教授研究商的参考 谢谢